我們看這個第四題 自然長度為12L 彈簧上端固定下端掛一個質量小M的物體 並使物體在牽水方向上做簡潔運動 重力加弱度是G 運動過程中彈簧長度最短是11 端點的地方在11 最長是15 所以它在這裡來回震盪 所以它的震幅等於多少 就等於這兩點的接近距離 15L-11L除以2 15-11L除以2 這是它的震幅 上面是4 4除以2是2 所以2L 所以它震幅是2L 那麼彈簧長度多少 震幅是2L 那麼它彈簧長度多少 那我們看到平衡點 平衡點多少 11加上2的話13 平衡點在這裡 13L 再長一點 再長一點 這個是13L 這裡是12L 所以這裡是1L 1L 這是圓長度 這個是平衡點 所以它力長度在這裡是新的平衡點 彈簧 那就彈簧 加中一等於0 就K KL KL 減到MZ等於0 所以我就知道彈簧長度 是MZ 所以A是對的 當物體的速率最大時 彈簧的長度是13L 就要平衡點的地方 沒有錯 平衡點的地方就是13L的地方 12L加上L 13L的地方沒有錯 所以B也是對的 張牌C 物體的最大動能是2MZL 物體的最大動能 在平衡點的地方 我們以新的平衡點 當總位能0點好了 當它總位能0點 我們知道它的正乎也是2L 所以它的最大位能在這裡 最大位能就是總力學能 最大位能是2MZ K 2L平衡是最大位能 最大位能等於最大動能 等於最大動能 1KM 1KM 他說最大動能是多少 就算這個就好了 所以這1L是2KL平衡 我把K代掉 2XLMZ L平衡也一樣 所以是2MZL 最大動能 這最大動能也是最大位能 所以C是對的 張牌D 當彈簧長度11L 所以1KMZL 就是端點的地方 根數L 是 彈簧的彈力位能像錯了 彈力位能的話 這裡壓縮量是只有多少 只有1L嗎 壓縮量1L 這身長量多少 身長3L 所以這裡的位能比較小 這裡彈力位能比較大 所以的話D是錯的 1 當彈簧長度是12 即14時 物體的動能相同 就是說 12的時候 它離開平衡點的話 多少 當彈簧長度12的話 它離開平衡點 離開平衡點是L 這是對稱的 這裡的疏力跟這裡的疏力會一樣 因為它在哪裡 它在這裡做解決運動 以這個當平衡點 離開平衡點相同位置的地方 它動是1 所以1是對的 謝謝